鸿蒙系统的真正野心不止于手机 还剑指汽车家电万物互联 不久就与苹果iOS和谷歌安卓成为全球三大系统 就在近期华为开通了鸿蒙系统官方微博 一条博文未发就已经收获了十万粉丝 这个新的手机操作系统火爆的程度可见非凡 被誉为注定会成功的鸿蒙手机操作系统 大规模推广已经建在悬上 它将会成为华为下个十年的最强武器吗 鸿蒙定下超高推广目标 1.0版本的鸿蒙系统已经于2020年 在华为智慧品产品中应用 而2021年4月以来密集进入公众视野的 而真正大规模适用于手机的鸿蒙系统是2.0版本 鸿蒙系统落地的第一步没有着急踩在手机上 而是采取了先电视后手机的策略 既反映出华为的谨慎也能看出华为的野心 鸿蒙系统远不止是手机操作系统那么简单 在万无互联的时代 从手机到自动驾驶的汽车 物联网 家用电器 鸿蒙系统的应用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比如华为和北汽联合推出的电动汽车 就带有鸿蒙操作系统 所以我们看到 华为似乎给鸿蒙系统设定了一个超高的推广目标 据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门总裁王晨璐在会议上透露 保守估计 鸿蒙系统将会在2021年底覆盖至少3亿套设备 这样的速度 华为相当于一年走了苹果和安卓5年甚至10年走的路 两三年后 鸿蒙系统就将成长为比肩苹果iOS和谷歌安卓的系统 5月以来已经有不少用户和科技博主晒出已收到鸿蒙系统2.0的开发者Beta版的推送 并分享了使用经验 网上也有声音透露 6月份鸿蒙系统将开启规模化推送 这个极万千瞩目于一身的国产移动操作系统已经建在悬上 鸿蒙系统能超越安卓吗 即将高光出道的鸿蒙系统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尽管华为方面强调 鸿蒙不同于传统的iOS和安卓系统 是一个多端循环 多中端部署 全新的智能中端操作系统 但依旧有声音表示 鸿蒙系统本质上还是安卓 这其中涉及到鸿蒙系统是否基于Linux 网上正反方即刻各执一词 从专业角度进行辩驳 在此就不加以赘述了 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只需知道 鸿蒙系统彻底摆脱了安卓 这一点其实是双刃剑 一方面这帮助华为摆脱了被谷歌卡脖子的危险境地 但另一方面 这也意味着 鸿蒙系统上的应用需要开发者单独开发 倘若不能吸引足够多的优质开发者为鸿蒙系统制作高品质APP 那鸿蒙恐将沦为池大但无余的窘境 值得一提的是 采用微内核开发和分布式架构的鸿蒙系统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这将成为鸿蒙系统的最大卖点 可在弯道超车安卓上发挥重要作用 已经全面适用华为自己的麒麟平台和高通 联发科平台 也将保证鸿蒙的推广速度 鸿蒙系统的推广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可否吸引到足够多的开发者为平台研发优质APP 将鸿蒙系统生态打造成活跃的平台 上市未知数 其次 海外手机厂商恐怕一时之间不会接受鸿蒙系统 能否获得国内手机厂商的支持至关重要 但国内手机厂商的态度较为暧昧 目前没有清晰表态 其中原因不难推测 比如小米忠实粉丝一直引以为傲的 安卓深度定制化操作系统 MIUI 小米手机会放弃不断优化了十余年的MIUI 而搭载鸿蒙吗 OPPO和Vivo呢 在操作系统这件事上 手机厂商不会贸然行事 选择Windows系统的诺基亚手机业务崩塌 就是最典型的反例 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考虑到鸿蒙操作系统必须发展起来等多重因素 鸿蒙系统注定会成功 华为必将获得强劲的支持 下个十年 鸿蒙系统能否成为华为的最强武器 我们拭目以待